在热闹轩腾的锣鼓声中 恭迎黎园守护神唐明皇祖师爷移驾安座 紧接着进行祝寿大典 戏曲学院各系代表遵循古礼上香 进行跪拜礼 为祖师爷祝寿 并祈求祖师爷庇佑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是全台唯一培育戏曲表演人才的学府 今年学校发起举办首届黎园文化节 邀请黎园子弟回到母校齐聚一堂 我们说黎园文化节 其实有三个主要的人物 一个是梁月音梁老师 然后一个是我们王动元王团长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唐老师 因为我们本来我们讲3月18号 那个祖师爷的生日 那我们本来想说只是庆祝一下 后来唐老师灵机一动 认为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 然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戏曲界的这些好朋友们 师兄师弟师姐师妹 大家团结在一起 然后我们用当时祖师爷在宫廷里面的乐舞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庆祝 那于是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节目 我们安排有摆戏 比如说杂技的部分 我们有京剧 我们有客家戏 我们有歌子戏 这些的戏我们把它串在一起 那我们就请我们学校的李文勋李老师 然后来扮演那个戏神 那他把这个整个节目把它串在一起 那我们希望说这一次的活动只是一个开始 然后我们希望说未来由重剧团们 或是国光剧团或是唐老师剧团 这些我们轮流来主办 大家共襄盛举 然后是把它当作一个我们黎原圈的一个大事 然后大家藉由这样庆祝 这样的黎原文化的活动 然后把我们的戏曲在台湾更加的发扬光大 我们这次是比较特别因为黎原嘛 所以呢我就这次包括了就是金歌课 还有杂耍嘛 黎原百系的杂耍 所以这个当中呢 由客家戏老师也是青年剧团的一个导演 李文勋来串场 来那个当个说书人 就是扮演一个雷海青 田都元帅雷海青来串每一个剧种的演出 祝寿大典中祖师爷换掉身上的蟒袍与王帽 穿上黄沛九龙冠 一位请祖师爷以轻松的居家服 接受黎原子弟敬拜 而活动发起人之一的唐美云老师表示 身为黎原行的一份子 能够借由活动为祖师爷祝寿 觉得非常有意义 其实呢 黎原子弟呢 我们供奉祖师爷 其实对于祖师爷的诞成 对大家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那这个是很特别的 像这是首度的游戏曲学院 他们发起举办的 以黎原传统戏曲为主的一个文化节 今天是第一届 那在今天的第一届举办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很特别的 它会有京剧歌仔系 综艺团 客家系 甚至于学校的青年团 还有唐美云歌仔系团的青年团 我们来做一个演出 就是败寿 所以呢 大家综合各种不同的 传统戏曲的表演 我想也可以让一般民众 让他们可以借着这次的 推广演出 让他们可以认识看到 传统戏曲的一个多元的美 多元艺术的美 所以呢 我就很鼓励他们 而且我也觉得应该要大力支持 这是一个机会 可以首度开放 让全民来参与 让他们走进艺文圈 而不再只是买票进剧场 而是在我们这么特别的 祖师爷的诞成的 祝寿的这个过程当中 让观众朋友 他们走进这个地方 让他们共同参与 为祖师爷祝寿仪式 在戏曲学院 金剧团 综艺团 青年团 与唐美云歌载戏团 闪耀青年团 四团献议中 圆满成功 台湾戏曲学院 希望透过每年举办 梨园文化节 继祖师爷诞成 提供梨园子弟 齐聚交流平台 进而共创戏曲风华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